汉门帝在位时 匈奴差点打到长安城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提到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啊 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 肯定都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反击匈奴 的确啊 这汉武帝时期呢 汉朝打匈奴确实打得比较狠 尤其是魏清昂护去病这两个超级牛人啊 连续发动了三大战役 直接把匈奴给打回了末北 彻底打出了汉朝的声势 但是实际上啊 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壮举 其实还真不是一代人的功劳 严格来说呢 汉武帝时期的三大战役 其实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谋划 而这场谋划的开始呢 其实是源自于汉文帝时期 早在汉武帝打匈奴几十年之前啊 他爷爷汉武帝 其实就已经开始制定 大规模反击匈奴的计划了 而且呢 从汉文帝开始 这个计划强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 直到汉武帝时期 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 汉朝这才彻底打垮了匈奴 相比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反击啊 这汉文帝和匈奴的交手呢 则是显得更加草舌灰陷 很难梳理明白 因为汉文帝和匈奴的这些斗争呢 里边掺杂了很多汉朝的内政问题 但是同时呢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过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汉文帝和匈奴的这段斗争呢 其实同样是巅峰交手 这段巅峰交手的开始呢 其实还是得从匈奴的那位 墨独柴鱼开始说起 很多人都知道啊 作为匈奴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柴鱼 这墨独柴鱼在位期间呢 彻底统一了匈奴 而且呢 先后打败了匈奴东边的东湖 以及西边的肉汁 正在匈奴柴鱼的手上啊 一个庞大的匈奴帝国 后来逐渐成形了 当然也正是匈奴柴鱼征战的这段时间里啊 中原这边其末群雄混战 然后呢 刘邦击败了项羽 战败了所有的诸侯 所以等到匈奴彻底解决了内部问题 有能力去南下中原的时候呢 他们忽然发现 这个时候中原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汉朝 彻底让匈奴没有办法南下了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汉朝和匈奴之间呢 有了第一次交手 当时刘邦在忙着削除异性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他异性王当中的韩王倒向了匈奴 然后呢 刘邦就因此和匈奴干了一仗 这场战争的结果啊 是刘邦本人被匈奴困在了白灯山上七天七夜 但是同时呢 匈奴也见识到了汉朝的强大 一直到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大规模南下的 所以接下来呢 双方就开始通过和亲的方式 建立起了外交关系 汉兄双方开始和亲之后啊 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 匈奴其实还是一直在找机会南下 但是在这几年当中啊 刘邦其实一直都没有给匈奴机会 北方一直都防守的比较严密 几年之后呢 刘邦去世 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吧 汉朝有履后把持朝政 在履后掌权的这十多年时间里边呢 匈奴这边依然还是莫都柴于掌权 在此期间呢 甚至于莫都柴于还主动给履志写信啊 想要求取履志 但是结果呢 履后的战略定力还是比较强的 依然是延续了刘邦的防守策略 所以在履后掌权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啊 匈奴还是没有找到大规模南下的机会 最多也就只是洗扰一下汉朝的边境 当然了 那汉朝这边走不通呢 其他的方向 匈奴也是可以继续发展一下的 在此期间呢 匈奴内部开始越发的团结 然后开始和西边的肉质继续过招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履后去世之后 汉文帝登基了 汉文帝登基的时候呢 匈奴那边其实比当初刘邦在位时期 还要更强一些 此时匈奴这边呢 依然还是莫都柴于在位 这位已经在位超过三十年的莫都柴于啊 此时虽然已经逐渐老迈了 但是对于匈奴内部的控制力度 就变得更强了 所以接下来呢 得知汉朝这边又换了掌门人之后 匈奴柴于开始再次对汉朝进行试探性的攻击 公元前177年 就在汉文帝刚刚登基三年之后 匈奴的右先王 就公然率领麾下的主力部中 进入了河套地区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这汉文帝也是一阵头大 因为当时他刚登基没多久嘛 这汉朝内部还不太稳定 不过好在啊 之前的三年时间里呢 汉文帝通过了一番极限拉扯 但是把几位实力最强的开国工程给摆平了 对于他有拥立之功的陈平呢 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周博也已经回到了封地 所以呢 汉朝京城这边暂时倒是还算安全 已经完全被汉文帝给控制住了 不过呢 这京城之外 有些老留家的本家诸侯王 这个时候却在蠢蠢欲动 随时都有可能起兵造反 在这种时候啊 匈奴大规模进入河套地区 这是内有外欢同时压过来 那自然会给汉文帝带来很大的压力 对于汉朝来说呢 河套地区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因为如果匈奴彻底占据了河套地区 那接下来呢 匈奴就可以直接取到陕北 然后一路南下 达到长安周围 所以啊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汉文帝很快就决定 要亲自带兵 征讨匈奴 在汉文帝看来呢 这次匈奴来犯虽然是很危险 但是确实也是一个机遇 如果他能击退 甚至是重创匈奴 那么以后他在国内的威信呢 都彻底会树立起来了 那下面的那些本家诸侯王呢 以后自然就不敢造反了 接下来呢 在汉文帝的不知之下 受国仅存的开国老将冠英 带了八万五千精锐 北上直接驻扎在今天的延安东部地区 正面面对右舰王的主力 至于说刘衡本人呢 则是先去了一趟 官英所在的前线 确定前线能绑住匈奴之后 自己转身就去了太原 这里我们得多说一句啊 汉文帝继位之前呢 其实一直都是在太原这边做待王的 所以对于汉文帝本人来说啊 太原其实是他的基本盘 而在汉朝和匈奴交战之后呢 这太原也是汉朝抵御匈奴的前沿重镇 所以呢 这汉文帝去太原 其实是有好几个目的的 一是要重新梳理太原的防务 确定匈奴不会从太原这边偷破 二是要稳固自己的基本盘 确定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山西 三是要借此威慑那些老刘家的 本家诸侯王 让他们不敢搞事情 第四 最重要的是 如果官英那边进展顺利 拖出了匈奴右舰王的主力 那么接下来呢 汉文帝完全可以率领 太原地区的精锐 直接从侧翼杀向这位右舰王 到了那个时候呢 匈奴一定会被中创 不得不说啊 汉文帝的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很高明的 虽然汉文帝本人并不是以能打仗而建成 但是这场和匈奴的交手呢 却展现出了汉文帝的军事才能 不但对匈奴形成了压制 而且还同时兼顾了国内的情况 而接下来呢 汉文帝的这个布置 很快就开始有效果了 不过啊 这个效果其实并不是针对匈奴的 而是对于国内 就在汉文帝抵达太原之后不久啊 这老刘家的本家诸侯王 纪北王刘兴居 又直接起兵造反了 刘兴居起兵造反这个事啊 涉及到汉朝内部一段很复杂的历史 因为和匈奴这边的战争关系不大啊 所以我们这里就只是简单来说一下 之前吕后去世的时候呢 这功臣集团和老刘家的几个王爷联手 一起干翻了吕家 这里边的功臣集团啊 指的就是周伯和陈平这帮人 但是反抗吕家的几个老刘家的王爷 这里边其实并不包括汉文帝本人 准确来说啊 当时反抗吕家的 其实是刘邦长子一脉的几个孩子 刘邦当年一共有八个儿子 在吕后去世之后呢 这八个儿子其实就只剩下了老四和老七了 这里边的老四呢 就是汉文帝 而在那场倒吕行动当中呢 老四和老七其实都没出手 真正出手的 其实是老大刘肥的几个孩子 但是等到吕家被铲除之后呢 这功臣集团觉得 老大一脉的这几个孩子呢 都比较有能力 如果让他们上台呢 不太好操控 所以就选择拥立了身为老四的汉文帝 而汉文帝登记之后呢 对于老大家的那几个孩子 也一直都比较重视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 也就是在和匈奴交手之前 老大那一脉出力最多的两个孩子 都已经莫名其妙的去世了 而这位刘兴居呢 恰好就是老大的儿子 而且啊 这刘兴居之前参加了导履行动 此时呢 又恰好是老大这一脉当中 仅存的一个比较实力的诸侯王 所以从刘兴居的角度来看 此事不造反更难何时呢 难道等着汉文帝彻底解决了匈奴 然后再转过头来对付自己吗 就在汉文帝前脚刚刚抵达太原啊 这后脚刘兴居就在山东那边造反了 对此呢 汉文帝其实也没有太过惊慌 反正他早就防着这一手了 接下来啊 汉文帝一边命令老将冠英后撤 暂时不要和匈奴主力进行决战 另一方面呢 汉文帝则是让另外一位开国武将柴武 带兵去平定刘兴居 结果不出所料啊 在汉文帝的打击之下 刘兴居自然是很快战败了 就这样 一场原本十分凶险的杀局 就被汉文帝转变成了一个解决内患的好机会 如果没有这件事啊 那位纪北王说不定还真未必敢直接造反 与此同时呢 汉文帝又重新梳理了北方的防线 那位右贤王呢 虽然是突破到了河套地区 但是却也无法再轻易南下了 这些变故呢 终于让匈奴明白 原来汉朝这位新上台的皇帝 同样也不是一个能让他们轻易拿捏的人 所以接下来呢 匈奴的末都柴余 就只能继续给汉文帝写线 表明 右贤王的这个举动呢 只是他的自己的意思 和匈奴整体无关 当然这种说法啊 谁都看得出来 只是一个说辞而已 对此呢 汉文帝则继续装作 不知道接受了匈奴的这个解释 反正当时汉文帝也没有做好 和匈奴决战的准备嘛 如果抓这件事不放 对于汉朝来说呢 其实也未必就有好处 这件事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匈奴一边继续小规模 挟扰汉朝的边境 一边调转主力 继续去和西边的肉质抢地盘了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啊 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呢 就又缓和了不少 然后又过了三年之后 匈奴的那位墨读柴鱼呢 就去世了 而匈奴的墨读柴鱼去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老上柴鱼接班 和墨读柴鱼相比啊 这位新上位的老上柴鱼 同样也是一个极为难缠的角色 老上柴鱼上位之后呢 最初的几年里 依然延续他爹的策略 一方面小规模携扰汉朝 另一方面呢 继续对西边的肉质持续发力 在这几年当中啊 匈奴对肉质的战争呢 终于是再次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就连肉质王本人都被匈奴直接干掉了 然后头骨被做成酒杯 肉质王被杀这件事啊 在汉朝的正史上 只是被一笔带过而已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事对于汉朝历史的影响 那其实是极为深远的 而且哪怕拿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 这也是一个大事 因为这一次的战败呢 肉质就只能彻底让出了自己原有的地盘 然后继续西迁 再之后呢 肉质又成为了中亚那边的一个强大势力 几十年之后呢 这肉质在中亚地区不断发展 最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贵双帝国 至于说后来贵双帝国又做了什么 又搞出了什么传奇的事情啊 这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反正老上产域上位之后呢 彻底打垮了肉质 控制了河西走廊 在老上产域在位期间啊 这匈奴的军事实力 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巅峰 甚至和后来汉武帝时期的匈奴相比呢 还要更强一些 所以这样一来呢 这汉文帝的压力就更大了 之前有肉质在 好歹能够牵制匈奴的一部分主力 可是如今呢 肉质彻底被打残了 那汉朝的压力再就变得更大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呢 在匈奴打垮肉质的这段时间里边 汉文帝也没闲着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而这些事情 无疑也让汉文帝接下来面对匈奴的时候呢 都有底气了 自从之前末渡禅和汉朝议和之后啊 这汉文帝就开始继续着手 解决国内的功臣集团和诸侯王的问题了 后来的几年当中呢 汉文帝是软硬兼施 虽然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原本最强大的几个诸侯国呢 后来也都被汉文帝给逐渐肢解了 与此同时啊 这汉朝出了一个超级牛人 贾义 在这段时间里呢 贾义根据汉朝的情况 写了一个叫治安册的东西 这份治安册啊 可以理解成汉朝接下来 一百年的治国纲令 其中先后提到了 如何削翻 如何对付匈奴 以及如何解决汉朝内部的 阶层矛盾问题 其他问题啊 我们三起步说 只说对付匈奴这一项 按照贾义的治安册呢 接下来汉朝对付匈奴的死路 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汉朝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可以直接转手围攻 正面打垮匈奴 其次呢 打败了匈奴之后 接下来汉朝应该同化的死路 彻底解决匈奴问题 比如说呢 把汉朝的服装 美食 车马之类的奢侈品 有节奏的输送到匈奴那边 让匈奴人意识到 双方的文化差距 开始逐渐仰慕中原文化 再之后呢 对于那些仰慕中原文化 愿意归顺中原的匈奴人 我们尽量拉拢童话 对于那些拒绝童话 坚决抵抗的匈奴人呢 我们就地消灭 时间长了之后呢 这匈奴人都没了 匈奴柴余成了官场司令 这匈奴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熟悉汉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啊 后来汉朝几百年 针对匈奴的策略 其实就是按照 甲仪的这个思路来进行的 当然了 那这个过程比较长啊 一直到东汉时期 才算是逐渐完成了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呢 或许是因为天度英才啊 甲仪写出这份策论之后 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但是甲仪去世之后呢 汉文帝却依然采纳了 甲仪的方案 开始逐渐细化执行 而当汉文帝 他给汉文帝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叫做移民时编 另外一个叫做马夫令 所谓的移民时编呢 就是指从中原腹地 向北方边境移民 这些移民到了北方之后呢 国家直接免费给他们土地 同时呢 还给他们进行各种训练 以后一旦小规模的 凶物人打过来呢 他们可以自行抵抗 而大规模的凶物军队打过来呢 那自然就会有 汉朝的主力军队去应付了 同时呢 后来这个策略 还被进一步细化了 按照汉朝的规定啊 如果有人能够从匈奴人手里 把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 可以直接打走一半 而如果普通人的家产 被匈奴人给抢走了呢 那也不用担心 回头可以直接找官府申报 官府可以给你报休 这条移民时编的策略一出呢 汉朝北方后来就逐渐出现了一条 人力长城 以后匈奴再想大规模打一下呢 那就更困难了 而且呢 就算是匈奴抢走了财宝 还是数了 因为按照假意的同化思路啊 这匈奴人抢走了汉朝的财宝之后 会被汉朝的文化逐渐给同化了 反正不管怎么打 匈奴最后好像都数的 这就是假意的厉害之处 他的这份治安册呢 几乎就是一个顶尖的阳谋 哪怕是匈奴人看到了这份治安册 他也没有办法破解 因为作为草原政权呢 匈奴没有办法去生产很多东西 只能从汉朝这边拿 而一旦匈奴从汉朝这边拿东西 时间长了之后呢 他就不可避免被同化的命运 至于说马富令呢 这个事就比较好解释了 简单来说呢 想要实现假意的策略 汉朝首先得打垮匈奴 而想要真正打垮匈奴呢 汉朝就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 而如果想要足够的骑兵呢 就必须得先有足够多的战马 而中原地区恰好不太适合羊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汉文帝才选择了所谓的马富令 当时的汉朝官方承诺 普通的老百姓只要养一匹马 这家里就可以有三个人 不用服姚役 而且呢 这匹马还是你自己的 不打仗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匹马来生产 而打仗之后呢 国家会征兆你的马 但是也不白用啊 如果这马不幸战死了 国家还给你补偿 有了这种好政策啊 那汉朝的很多老百姓 自然就开始踊跃养马了 所以几十年之后呢 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朝才能找出那么多战马 然后开始大规模的反击匈奴 不过呢 不管是马富令还是移民识别啊 这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之后 才能见到效果 至少在汉文帝这一代人呢 汉朝面对匈奴的压力 其实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等到匈奴在西边 解决了肉质之后 这个时候汉文帝的压力就更大了 而且呢 相比之前莫都缠于 试探进攻的那一阵啊 此时的汉朝呢 其实更不容易抵抗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当年汉朝开国的那批老将 基本上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就连周伯 怪英这些人呢 这个时候都已经不在了 没有了顶尖名将 接下来汉朝和匈奴教授 那自然会变得更加麻烦了 这是一个名将凋零的时代 虽然国家越来越强啊 但是顶尖名将呢 却一个都没有了 不过呢 这种情况大概也属于是 黎明前的黑暗 但是之后呢 大概又过了不到20年 魏清就出生了 没有顶尖名将 这始终是一个大麻烦 所以汉文帝后来想了很久之后呢 还是决定要提拔一下 那些开国老将的后代 虽然汉文帝自从继位之后呢 一直对那些开国老将非常忌惮 生怕他们威胁自己的皇位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 除了用那些二代武将之外呢 好像也没有人可用了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那位成前起后的朱雅夫 开始逐渐上位 逐渐成为了汉朝的顶梁柱 如此呢 等到匈奴那边彻底解决了肉汁 那位老上柴鱼呢 终于是不甘寂寞 迅速调回了西线的匈奴主力 开始再次试探性进攻汉朝 公元前166年 老上柴鱼带了14万的匈奴主力 忽然大规模难下 因为老上柴鱼的动作太快啊 等到汉朝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这匈奴主力已经抵达了彭阳 距离长安呢 只有600多里的距离了 而当时匈奴的探少呢 甚至都已经接近长安周围了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汉文帝顿时是不然大怒 当即调来了10万精锐镇守长安 同时呢 开始从多个方向集结军队 打算等到匈奴主力到来之后 直接对老上柴鱼进行合围 而接下来呢 因为汉朝这边应对的 意识都比较稳重 那位老上柴鱼呢 也不敢轻敌冒进 虽然前线的探少 抵达了长安周围啊 但是匈奴的主力呢 还是没敢太过深入 最后只是狠狠截略了一次 就被汉朝的主力赶回了长城伊北了 此后的几年里呢 匈奴依然还是在挟扰汉朝边境 而几年之后呢 老上柴鱼病逝 他的儿子君臣柴鱼即位 君臣柴鱼上位之后呢 没过几年 正好赶上汉文帝去世 汉景帝接班 汉景帝接班之后呢 没过多久 就爆发了一场七国之乱 但是因为之前汉文帝早有布置啊 汉景帝很快就平定了令乱 然后再次击退了匈奴 而那位君臣柴鱼呢 在位十多年之后 到了他在位后期的时候 就遇上了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再之后呢 那就是马一之谋 以及汉武帝对匈奴的全面反击了